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聆听圣灵的声音 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依靠神的话语 神的灵 而不是靠着自己 主啊 就求你再次帮助我们 在今天早上的祷告会 但是能够聆听到你要说什么 也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爱 获出你的力量 主啊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 纪念我们的教会 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 纪念我们自己的需要 主啊 就求你再次的使用这个祷告会 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 我们谢谢你 让祷告奉以耶稣的名求 Amen 好 那我们今天会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那这个经文非常的短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了 他说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那我很喜欢这个起初 它就是英文叫做in the beginning 那事实上呢 在原文当中呢 希伯来的圣经呢 就是创世纪本身就是开始这个 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那起初就是 这个所有的一切的由来 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呢 因为这告诉我们 这个所有的事情呢 都有一个源头的 那有源头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源头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事情 没有一个是意外的 因为在一个进化论的一个思想当中 就是这一些事情都是random的 都是就是一个变数的 是没有人肯定的 像一个意外一样 那当我们是用这样的生活在 这样的思想在生活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 可能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因为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我们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活着 为什么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时候有什么东西 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 第一句话就是起初 那就代表说 这是有个开始的 那开始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神在那里的 那我喜欢这样一句话 因为呢 这告诉我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情 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神的掌权 这也告诉我一件事情 说神一直都在 祂在起初的时候在 祂现在也在 祂将来也在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祂是一个习在 今在永在的神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 也是多么好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的困难当中 祂在 在我们开心的时候 祂在 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 祂已经存在了 这是一个有神的人的 一个信心的盼望 那如果今天我们 是没有上帝的话 实际上这个开始 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开始 所以我们的生活 也会在密码当中 寻求抓 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抓 这样一个真正好的 一个进化论的一个人呢 他一定是一个 非常知识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需要去担心 这个所谓的良心 那所谓的这些的道德 因为进化论本身强调的 就是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就是适者而生的 适者就可以留下来的 所以你就是 你太陌落了 你死掉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越狠越黑 越暴力的 应该就是越好的 但我们都知道 我们心中有个律 告诉了我们 人的生活不应该是 充满着暴力的 人的生活充满着 应该是爱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起初的这一句话 就帮助我们 去认识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是 就是这样子 没有意义的开始 没有意义的结束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 吃喝快乐 凭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去做了 而且也不用担心 伤害到谁 因为反正过了就算了 但是如果今天 你相信 有爱 你相信人做人 应该是要有一个方向 有道德的话 这张创世纪 第一章第一节 就告诉我们 因为你我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的生活 不是一个意外 是有意义的 被神安排到这个世界的 那他接着说呢 神创造了天地 那这也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不只是我们的生命的由来 是有意义的 有方向的 而是说 这创造的这一位神 是有能力的神 而且他所造的呢 是我们一切能够 所想象的 所看到的 都是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得不赞叹 不得不赞美他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误会说 神要我们赞美他 事实上神不是说 好像一个自恋狂央 说要我们去赞美他 而是当我们看见 一个好话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说 哇 好棒 那这是理所当然 要去做的 所以神创造了天地 让我们也能够 看见了以后 就不得不说 神真的是很棒的一位神 是有能力的神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既然是有意义的 是有一个开始的 而且是神在当中的 我们不是孤独地 在面对的 而且因为我们 在一起面对这位神 是一个有能力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又好像雅各苏讲的 他说 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都可以大喜乐 是有信心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思想创世纪的 第一句话的时候 提醒我们自己 神一直都在 提醒我们自己 神是有能力的 而且他是有智慧的神 他已经看到了 在创造天地当中 我们会发现 这个天地 每一件事情 真的都是要刚刚好 才有办法 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地性力要刚刚好 这个每一个血管 所有的事情 什么东西都要非常刚刚好 才会有我们 现在这些的世界 所以神是一个 非常细心的一位上帝 所以他能够创造 这么精密的世界 不用担心 他也能够 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 每一件事情 去帮我们解决 甚至告诉我们 一个事情是 在神里面 我们知道 万事都会互相效应 因为叫爱他的 能给得益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思想这个 这个世界的来源的时候 这个由来的时候 让我们用信心的去反省说 我为什么害怕呢 若有神与我们同在 我怕什么呢 若神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话 我们怕什么呢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是否我们与神同行呢 我又要回到一句话 提醒我们彼此 当我们知道 神创造我们是一个 有意义的 是有一个方向的 而且他是一个 有能力的神 我们就要问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活在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又回到 米家书就讲到了 我们要行公义 好灵明 存着谦卑的心 来与神同行 因为他是一个 这么可谓的一位神 是我们要尊敬 要去明白 要去认识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周末 再一次思想 原来神一直都在 原来神是这么有能力的 原来神是一个 这么细心的神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已经安排好 所想好的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都是值得我们去信任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提醒我们 在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在了 你现在也在 将来也继续地存在 你真的是那 习在 今在 永在的神 帮助我们 真的是能够定精 在这个永恒 不改变的神 让我们不要因着 这个世上 和会过去的事情 产生的害怕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 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让我们真的是明白 你真的是一位大人的神 但是你却爱我们这些 不起眼的人 我们谢谢你 居然这样子地看我们 主要也真是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所遇见的困难当中 在一些难处里面 我们真的是可以有 信心来面对 深信 主要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 让我们用一切的 我们的需要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帮助我们 认识你给我们的生命 是有意义的 有使命的 让我们认识 活出来这样的一个使命 真的失去 十万人 做你的门主 主啊 让他们能够经历你 认识你 让他们的生命 因着你而得到改变 也遵守你的教导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我们谢谢你 让祷告奉为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